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我们可以把课本翻到第六十二页 看到这个文章的最后有写着 写体的部分呢是作品的名字 所以这是一个叫 的作者写的一本叫做 的小说 那这位是谁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首先这个代表的是 所以他的名字是叫做 这是一位怎么样的人物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对他的简短的介绍 好在这一句话里面呢 有几个重点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一一划一下 其实基本上都是重点了 所以说到奥秘密书这个人 首先他是做什么的呢 他的身份很多啊 是一个作家 也是诗人 同时也是个画家 我觉得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诗人 这一点呢 比较好理解 对吧 比如说 Victor Hugo也是的 他是一个 但是这一位 他同时也是一位画家 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 他的画作啊 其实这位作家 不管是他的文学作品 还是画作 里面都会有一些东方元素 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方的文化 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也乐于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去表达出一些 可能是他幻想中的 或者是他印象当中的一些东方的元素 比如说他这两幅画 其实是用毛笔画的 有没有看出来 还是有一些水墨画的影子在里面的 然后又结合了他本身西方的画作基础 所以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作品了 好 这是对他身份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是 De Régine Bélge 所以他和丁丁历险记的作者一样啊 他是本来是比利时人 至少出生的时候是在比利时的 De Régine 加上一个国家的形容词 这个表达我们以前见过了 对不对 比如说 son nom de famille est d'origine française 他的家族姓氏是来自法国的 源于法国的 所以 De Régine Bélge呢 就是说他是出生在比利时的 那下面还有一个 D'expression française 但是他的作品呢 是用法语来表达的 这个也很正常对吧 因为比利时也是说法语的地方 因此他们都可以算是法语作品 还有最后一个关键信息 Il est naturalisé français en 1955 在1955年的时候 他怎么样了呢 Naturalisé 入某国的国籍 所以他是后来入了法国籍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c'est un écrivain français 对吧 他最后是作为法国人了 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他的这本书 名字叫做Plume Plume Plume大家知道原来是羽毛的意思 对吧 但是在这里 他是一个人的名字 也是这本书的主角 那这本书呢 那是阿姨密秀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小说 书名就是Plume 他讲述的是一位名叫Plume的先生 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场景 那每一章呢 都是一个小节 讲到他的一个新的经历 其实也会有一点像联欢化的感觉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这位主人公的名字 取得也很有深意 因为Plume是羽毛的意思 而羽毛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非常的Ligy 非常轻盈 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位主人公 其实他性格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对什么事情 好像都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态度 好像对什么事情呢 都无所谓 包括什么房子被偷了 老婆不明其妙的死了 他都无所谓 他当时还管自己睡觉 当然这个是一个夸张的描写了 那这个人物呢 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在各种事情 各种经历当中 都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 就像一个羽毛一样 天天在那里飘 跟着风飘 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虽然说在小说当中 描写的比较夸张 那有些情节可能看上去啊 同学们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但是呢 这也是作者想要通过作品 表达出来的一个含义了 反映出我们现在有些人 对待生活的态度 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我们这一课呢 就是选取了当中的一个章节 这个章节的名字本来叫做 那手指头痛呢 咱就要去看医生了 所以我们的课文标题呢 稍稍做了一点改变 改成了 就是一种医生 这个词呢 这个词呢 不太好读 它指的是外科医生 所以其实还是经常会遇到的 我们可以记一下 究竟他的手指头痛去看医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是我们在课文当中可以去看的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这个小故事当中 我们会用到的一些词 首先 刚才讲到的这个 他手指头痛 avoir mal à 这我们之前就学过了 对不对 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那我们书上也给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 avoir mal à la tête 头痛 avoir mal aux yeux 眼睛痛 avoir mal à la gorge 喉咙痛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可能会发生的 但中间注意一点啊 他有一个叫做 avoir mal au coeur 有些同学说 那这是不是心痛呢 其实他的意思呢 有点小跳跃 他的意思是恶心 avoir mal au coeur 恶心 所以这个avoir mal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就不用看了 接下来一个 叫做 il vous mieux 最好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使用方法呢 很简单 它是一个无人称句 所以直接 il vous mieux 加上一个动词原型 也就是不定式 就可以了 所以 他的用法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 il vous 差不多 对吧 il vous faire quelque chose 应该做某事 那 il vous mieux faire quelque chose 最好做某事 比如说 法语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句子 il vous mieux avoir des homers que des regrets 最好呢 是 有悔恨 有悔恨 好过 有遗憾 所以这里有两个字 我们可以放在一起 记 一个是 hommor 它指的是 内疚 悔恨 而hugre呢 是 遗憾 后悔 乍一听 好像感觉 两个字 意思差不多 对吧 但是hommor 和一般是指 你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但是做的不好 然后 才会有的那种 内疚啊 后悔的情绪 而hugre呢 从他的翻译 遗憾里面 就可以听出来 他是没有去做 然后才去后悔的 所以呢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事情呢 你还是要去尝试一下 有这个 做完了 失败的悔恨 也比 有没去做的遗憾 要好 il vaut mieux avoir des remords que des regrets bon 那我们来看 这句话当中啊 il vaut mieux mure我们都认识 它是副词 bien的一个最高级 那vaut是什么呢 它的动词原型是 valoir 这个词啊 我们首先看 它的本意 值钱 或者价值 相当于什么什么 比如说 这个手机呢 它值100元 啊 好便宜的手机啊 对不对 ce portable vaut 100元 vaut 我们注意一下 它的变位啊 valoir je vaut du vaut il vaut elle vaut nous vallons vaut les il vaut elle vaut 变位也是比较特殊啊 值得我们记一下的 不过我相信大家 大家学到现在 动词变位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稍微记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嗯 还有一句话呢 是比较实用的 我们可以学一下 cela ne vaut pas grand chose 或者 ça ne vaut pas grand chose 这个东西啊 值不了多少钱的 ne valoir pas grand chose 不值大家钱 bon 这是valoir 它本身的一个意义 对吧 价值相当于多少 那我们更常用的呢 可能还是在 il vaut mieux 句式当中 也就是il vaut mieux 加上infinitive 表示最好 做什么什么 那既然是你跟对方说 最好这样做 它其实也是一个提建议的方式 对吧 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到 条件是 现在是 来表达这个句子 il vaut très mieux valoir 它的简单将来是 il voudra 所以条件是 现在时 il voudrait 比如说 il voudrait mieux nous téléphoner avant 9h du soir 最好在晚上9点钟之前 给我们打电话 所以一般是在 请求或者要求别人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需要他提前啊 或者推迟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 它的条件是 现在时 行事 那il vaut mieux 其实用到的也不少 可能 大家可以猜到 它会出现在哪里啊 肯定是 那个医生 给他了一个建议 最好 怎么怎么样 bon 那既然是看医生呢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词呢 就跟它很有关系 叫做 因为看医生 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以前我们会比较简单的说 就是看医生 对吧 当然可以这样表达 但是你用 这个意义就更加的明确一些 所以这就是我们 在进一步的学习当中 这个词汇量的增加 让你一句话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 去看医生 去问诊 consulté un médecin 那consulté呢 我们可以完整的 看一下它的意思 首先它最原始的一个意思啊 consult 就是查阅资料 或者咨询某人 on peutconsulté un livre 参考这本书 去查阅一些资料 bar exemple consulté la bible 查阅圣经 consulté des dictionnaires 查阅字典 那这也是比较文雅的一种说法了 对吧 那你比 lire la bible 肯定听起来 你研究的要更深一点 那如果是consulté 那就是咨询某人 询问他的意见 demandé un avis consulté un avis 如果是出了什么法律上的问题 就可以去咨询一位律师 所以这个词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不过呢 它也是一个蛮神奇的词 我们刚才说到 看医生可以用consulté 其实医生看病人 也可以用consulté 所以它是双方都可以来表现的 也就是说问诊 可以用这个词 出诊 也是这个词 不过呢 用法上稍稍有一些不同啊 如果是问诊呢 它是一个直接挤物动词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后面跟上 un médecin 咨询这个人 去询问自己的病情 而如果是出诊呢 它直接就是一个不挤物动词 后面就没有病语了 所以你不能说 le médecin consulte le patient 但是你可以直接说 ce médecin consulte l'après-midi 它在下午的时候 会出诊 看病 这是两个的小区别啊 在挤物动词的时候 是问诊 不挤物呢 表示出诊 好 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词是 tardé tardé 诶 我们看它的词形 应该就可以猜出来 和迟到啊 什么时间晚了 有关系 对吧 迟到是 huda 时间晚了呢 il est trop tard 对吧 那tardé呢 指的就是我主动的拖延时间 我迟迟都不来 所以它是一个不挤物动词 表示迟迟不到 或者晚到 比如说 une lettre qui tarde 一封迟迟都没有来到的信 pourquoi avez-vous tant tardé 你为什么拖拖延延的这么迟才来呢 pourquoi avez-vous tant tardé 我们注意它的用法啊 它后面是不加冰语的 有些同学呢 总觉得tardé表示的是推迟 那是没有那个意思的 我们法语里推迟叫什么呢 以前有学过 reporté reporté 所以tardé就是表示自己迟迟都不到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词组叫做 tardé à faire quelque chose 那就是 迟迟都不去做这件事情 就给它拖着 就是不做 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可能都有这个拖延症啊 那老师有一点点 这个要改 所以tardé à就是单哥去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 Patrick tarde à rentrer ce soir 他今天晚上很迟才回家 好那这个动词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用法 叫做 le temps me tard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这是一个固定表达了 le temps me tard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那这里的me呢 它是一个代词 所以如果是换成别人的话 你可以说 le temps de tarde lui tarde 等等等等 那它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等不及这个时间了 它对我来说太晚了 所以就是急于去做一件事情 非常希望 非常急切的去做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句 le temps me tarde d'arriver chez vous 我真想一下子就到你家里啊 il lui tarde de revenir au poste de combat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 le temps me tarde le temps lui tarde 我们也可以直接说 il lui tarde il lui tarde de revenir au poste de combat 他好想早点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啊 这就是关于dard的一个很常见的用法 好 那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动词 叫做hevenir 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venir加erhe的前缀嘛 那是回来 对吧 hevenir 那我们今天可以再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个词 他可能会有一些别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到hevenir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是重新回到什么什么 那他可能后面不仅是指一个地方 也可以指一件事情 所以呢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句子 叫做hevenir anomuton 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扬声上来吧 这意思是言归正传吧 也就相当于hevenir anomutoshue 这句话很有意思啊 它是用到了羊 muton 所以法语当中的很多像谚语俗语啊 里面都会有一些动物的成分在里面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说hevenir 从哪里回来了 因为do有这个从这样的一个去向性 那hevenir和do从什么地方回来了 我们隐身呢 可以是指从某种状态当中恢复了 比如说revenir dune maladie 这非常常用的一个用法啊 指的是恢复健康 它就相当于serelever 我们上节课里讲到了helever 对吧 自己爬起来 或者是恢复一个别的东西 那如果是serelever呢 就是自己恢复健康啦 serelever revenir dune maladie 那除了从这个身体上的 可能还有精神上的 revenir dune maladie 从惊讶当中镇定下来了 好 它最后还有一个用法呢 就是我们课文当中会用到了 叫做revenir dune maladie 它怎么理解呢 回到什么什么东西上面 我们首先理解hevenir 回来 重新 再来一遍 序和我们可以表示 就某一件事情 对吧 序和这个介词意思很多啊 我们到现在又讲了它在什么什么上面 还有表示比例的 还有这个就某件事情 对 都是可以用序和来表达 所以hovenir sere呢 它指的是改变主意 改变主张 也就是说 在这件事情上 它要重新再来一下了 它也重新再考虑一下了 比如说 revenir sur sa parole 在他的话上面 再重新来一遍了 所以就是食言 跟之前说的不一样了 et revenir sur le compte de quelqu'un 对这个人的看法呢 又重来一遍了 所以就是改变了看法 刮目箱看了 et on peut aussi revenir sur sa décision 对于自己的决定 来做一些改变 所以 revenir sur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重新的去考虑 改变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好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课当中 比较重点的几个词组合用法了 同学们可以在课后去记一记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小故事了 来做几道练习 公共学过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